接下来张元成院长为我们推选的第三件国宝是什么 他的守护人又是谁 我们一起来揭晓 两年前 一部我和罗敬参演的锦绣魏央 让我们一起认识了南北朝时代 跨越时空 我们分别回到了当时南北方的两座都城 平城和建康 共同守护一件国宝 掀开国宝背后关于两座城的故事 这些都是三西出土的北魏平城时期的文物 能看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这是北魏木板计划 这颜色怎么可以保存得这么鲜艳 这是一组人物故事彩绘器品分 一文线条飘移 与东晋顾凯之的绘画十分的相似 但是这个画上感觉 好像穿的不是当时北方人的着装 更像是南方贵族的着装 这和东晋而来的贵族有关了 您的先生在南京 也就是东晋时期的都城建康 正在寻找这位东晋贵族 和这件国宝背后的故事 这位东晋贵族就是狼牙王 从南方建康辗转到了北方平城 也带去了南方艺术文化 走在这里让我仿佛看到了精致 与粗犷的完美结合 北国的好放 南国的优雅故事 都融入这木板计划里了 从南方到北方 两种不同文化风格的交汇 一个时代的开放与包容 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是国宝木板计划的守护人 罗晋 唐燕 国家宝藏 我们来了 有请国宝守护人 唐燕 罗晋 大家好 我是国宝守护人唐燕 大家好 我是国宝守护人罗晋 我们守护的国宝是 木板计划 这组木板计划长约八十厘米 宽约二十厘米 上下两侧均有损毛 组结起来便是 狼牙王司马金龙的 一扇彩绘漆屏风 古人讲屏风立于此 必身正行之 棱角分明 在没有高椅 惯于席地而坐的南北朝 它是重要的家具之一 屏风画上 描绘着个性昭然的帝王 忠臣 孝子 练女等人物形象 线条勾勒 流畅自如 涉色渲染 艳丽多彩 画上题字皆是墨书 角若金龙独树一帜 这组木板七画 就如同站在美的十字路口 上成汉代一风 下开随唐仙河 我是唐嫣 我是罗进 我们将带您走进 木板七画的前世传奇 木板七画的前世传奇 发生在南朝北朝市对头的北魏时期 我们的主人公之一 司马金龙 其父曾是南方的东晋皇族 当年蒙难北奔头尉 建功立业 司马家族再次风声再起 年轻的司马金龙 与鲜卑名将之女 心闻击沉皆为连理 并喜得二字 这个浑雪小家庭的日子 过得可是相当热闹 不信呢 你们看 咳嗽如此厉害 竟然还吃肉不吃 毫无节制 夫君这是做事 是我让孩儿吃的 有何不妥 爱子之心 哪里会有不妥 夫人那为何不请个医人 来给孩儿看看 这么咳下去 恐伤肺啊 我们鲜卑男儿 哪来的这些交情 过几天自己便好了 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饭 痒痒 这嗓子痒痒不是吗 夫人啊 孩儿咳嗽 是真的不宜尽肉 生内热 只会加重病情 夫君啊 你们汉人就是矫情 鲜卑人都是吃肉过来的 也没有生什么内热 这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吗 得听 我们老祖宗 可没有传下来这些 你 该吃的不吃 吃饭 好 夫君啊 你们老祖宗有没有提过 老人家可适宜食肉 不适宜 老者脾胃本就虚弱 不宜在天负担 那你屏风上画的 素食善兵的故事可对 用素食招待客人肉全 给了老母亲食 对老人家的身体可好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只是说情况不同 便处置不同 我们先被人生来便是吃的大肉 哪怕生病也无碍 既然夫人提及平风 这可是我在行的 不如我来跟夫人讲讲 又来了 至于吗 夫人有所不知 这上面画的可都是我们应该遵行的德行 好东西啊 我们都应该遵从 夫君啊 这位是谁 你跟我讲讲 李冲妻啊 他嫌弃李冲兄弟六人都挤在一个小破屋里 便要分家 李冲答应下来 等乡里内外都来了 便当众禀报母亲 遣斥了这个无良妇人 欠揍 没错 这等贤贫爱妇的女人就 我说的是欠揍的男人 什么事当面骂就完了 或者写个凶书来个干脆 这个角度我倒从未想过 凭什么说一套做一套 他是孝子仁兄 可也不是什么善人 夫君不是常说 作为君子对天对地 为子为神 须有理有德 那对自己的枕边人呢 哪能以恶制恶 哪是你常说的那个 儒 儒家之道 夫君自己也这么认为 若女人能够如同 俄皇女婴那般 贤良淑德 既能成全仗古顺的名声 又能够巧妙化解 与母与父兄之间的 家庭危机 不好吗 简直就是可歌可泣 若能如同周氏三母那样 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养出文王武王那样的人物 不好吗 早就天下太平 小家和睦了 夫人冰雪聪明 一点就透了 透你个头啊 你要求女子 善良 美丽 聪明 忠贞 宽容 能排忧 能解难 你们腰头怎么这么高啊 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才不是君子呢 那你怎么打着疼啊 疼什么疼啊 你就是欠揍 我若是周氏三母 你可有文王武王的欺负 夫人可别 别搞什么双标 你们鲜卑女人啊 真的是 我们怎么了 你母亲大名鼎鼎的 河内公主 可也是鲜卑女人呢 是是是 我竟不知 夫人如此聪明 多年的勤学苦读 你以为呢 当年父亲请来老师 特意教导我 这汉人的东西 有其精妙之处 精妙于何处啊 就好比这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不用多说 一个圣字便呼之欲出 这是汉人之处事 而最妙的是 你们的屏风 永远不会只是 一个屏风而已 能说的不能说的 都在这上面呢 妙 看来也是路德夫人演的 当然了 这屏风上都是好故事 只是有些做法 我不认同罢了 你们的文化 却有高明之处 不然朝廷 也不会开始重用汉人 你又怎么可能 成为太子的侍奖呢 不愧是拢西王之女 什么都了然 我虽是鲜卑人 但我的家乡 要从这里往西千里 你是汉人 你的家乡 从这里往南数百里 而如今 你我接在这北方的大地上 扎根发芽 彼此交融 总有一天 它会枝叶繁茂 开出不一样的花 悠悠风来 波洒四方 便是一个 不一样的天地吧 1965年 狼牙康王司马金龙 与妻子亲文击尘的 合葬墓 被偶然打开 屏风的那一抹珠红艳 是古之微笑日常 而上面的话 金尾音犹在 令世人 有幸再度千年事 考古专家 从司马金龙墓中 清理出来 较为完整的 木板计划 一共有五块 屏风的正反两面 均有绘画和题记 尽管是在 长只有20厘米的画面上 也都描绘得 非常的华丽 在隋唐盛世之前 中国历史 曾历经了 大分裂时代 大分裂也是大融合 司马金龙一家 几代人的经历 便是这一历史 大潮的缩影 司马家族 本是东晋皇族 司马楚之 当年为避免灭族 从南逃到北 投靠了北魏王朝 他积极与 先卑上层贵族 政治联姻 所以他们家族后代中 兼具汉 先 兄 三族的基因 七平凤出现在卑卑平城 代表了 南北维画艺术的 相互交流与认同 它象征着 北朝一来的汉化 与胡锋的融合 催生了 升唐时代的辉煌 这才是这间宝物的 珍贵所在 欢迎唐颜罗靖 福利老师好 罗靖您好 福利老师好 你们好 山西的三件文物 两件的都是由夫妻档 做守护人的 只是蔡明跟潘长江 那一对是假的 作为长辈呢 先祝福二维 幸福美满 谢谢 谢谢 以前见过你们要守护的 这块木板七块没有 没有 第一次在山西博物院 见到的时候 我都难以置信 这是一千五百多年 以前的宝物 所以我觉得这很荣幸 能够成为他的守护人 而且国瑜老师 他上面画的内容 也都是能够给后人 以思考 比如说 这组七画最后的一幅 就是汉朝的班杰鱼 不愿意与汉成帝 童年出行的故事 他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劝解汉成帝 不可因美色而荒芜天下 说得好 唐颜 你在前世故事里 一言不合就动手 跟我们印象中的 古代女性的形象 有很大的反差 为什么会要做 这样的设计呢 因为司马金龙夫妇 生活的北魏呢 是北方的 鲜卑族建立的国家 所以他们保留了 草原上有牧不足的旧习俗 男女关系相对而言 会更加平等 而且北朝女性 上午最有名的 就是花木兰 你们的今生故事 该如何继续啊 我们都被木板 期划的美震撼到了 但是呢 却说不出来 它具体哪里美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请上的 这位嘉宾 他是一位美术学院的教师 我相信他一定能给我们 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1998年考入清华美院 中国企划之父 乔世光先生 是我的老师 第一次在课本上 看见木板企划 老师告诉我们 这是最靠近画祖 顾凯之的作品 其技法之精妙 令人神往 到今天 木板企划 都是我们必讲的内容 从我2003年登上讲台 不知道讲了多少遍 对这幅画的内容 可以说是非常熟悉 一件漆漆 一天一夜一道漆 这是时间 以耐心造就的美 也让这件木板企划 历久迷心 始终散发着 永不衰变的魅力 这是乔老师传达给我的 我也希望能通过复制它 把大漆的美 传给我的学生们 掌声有请 中南民族大学讲师 张志刚先生 华丽老师好 张老师好 张志老师好 我们今天把张老师请来 不仅仅是因为 他把木板企划 给学生们讲了那么多遍 更重要的是 张老师还把它复制了出来 为什么要选择复制这幅企划 我是99年 第一次在教材上 看到这幅企划作品的 当时乔老师就跟我们讲 这组木板企划 是尤为珍贵的 而且绝对是美术史上 非常重量级的画作 谁能破解呢 这幅企划的制作秘密 你就掌握了 古代企划的制作的精髓 所以我就想了 通过复制的所感所物 更好地教给我的学生 我想我跟大家 是一样好奇的 这幅中国企刑史上的 巅峰制作 复原后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 张老师 您带到现场来了吗 带来了 真的 好 来 来 有请 你先别高兴太早了 复制的不是太理想 那您给我们讲讲 怎么它就不是特别理想呢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难点 第一个难点就是描述 通过复制我才深深理解 我们乔老师说的那句 什么叫做离顾凯之最近的企划 要接近顾凯之是多么的难 它的代表作像《洛神复途》了 《女史真途》了 其实都是后世的模本 但是这次木板七画 距离顾凯之生活的年代 是非常非常近的 可以说就是同时代的作品 那么顾凯之的标志性特色呢 叫《春蚕吐丝苗》了 就是人物衣服上的线条呢 非常的细腻 均匀 灵动 木板七画上 人物的动态非常的像 最有特点呢就是人物鱼尾裙摆 还有它飘逸的裙带 都是典型的春蚕吐丝苗的技法 我现在想问的是 用漆来作画 还要达到春蚕吐丝苗的神韵 这个难度在哪儿 我们现在还经常用 如胶似漆来形容 我们人和人之间 关系非常亲密 对 那不就是说他们俩的吗 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古人 是用大漆来当胶水来用 来粘截木头的 所以说你想想 用这么严绸的漆液来画画 它一定比墨 比油彩 要困难的很多 其实大漆是有脾气的 大漆还有脾气 脾气还不小呢 真正有经验的漆医匠人 他是非常顺着这漆的脾气 就能够达到你想要的制作的效果 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 那第二个难点又是什么呢 那第二个难点的话 就是调颜色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 木板计划上的颜色 非常的鲜艳亮丽 我们现在也只能是猜测了 它可能是用大漆 沾着矿物质的颜色来调的 对 那些都是矿物质颜料 对 还会加油 加什么油 目前从这个资料记载的话 可能是核桃油 对 也有可能是叫忍油 每个漆医匠人呢 他在调色的时候 能积累一套 他自己独特的调色经验 究竟这幅企划的制作者 用了什么方法 其实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我们只能反复地去琢磨 反复地去实验 来尽量地接近它的效果 最终我是用漆来调色的 颜色大家可以看 和原作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那这个经验也恰恰说明了一个 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说传统的记忆丢掉容易 再捡回来可就难了 那张老师这第三个难点是什么呢 第三个难点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底胎的制作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破解 它具体的工艺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们通过分析 然后查找文献 估计的第一步的话 先是在木板上涂三道漆 接下来再表布再刮灰 刮完两次之后要打磨四次 刷三次漆 最终再涂这个红色的珠漆 这好几步了这有意义 十四步 十几道工序这算是少的 多的话有可能是几十道工序 都是考验的记忆和耐心 对 可是我看张老师拿来这个东西 没有这十四道吧 东西很薄啊 这个图漆最忌讳的就是厚 就拿这个我们国宝的 木板漆画来说吧 它这个珠漆的厚度 还不到零点一个毫米呢 也就是说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 图已看出古代中国漆工艺 已经到了相当高超的一个水准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掌握 和使用这门记忆的呢 张老师 漆是我们中国人 最早的发明 可以追溯到八千多年前 八千多年前呢 那个时候我们的仙人 就已经掌握了割漆的技术了 我们说的这个漆字 实际上在古代是没有三点水的 只有右边的部分 上面是个木字 漆树嘛 中间是两片 就是在漆树上割两道 下面是那个水 就是漆液流出来了 非常形象地把割漆取漆的过程 展现出来了 我们的仙民在劳作的过程当中呢 拿贝壳把这个漆收集起来 刚刚搁下来的时候 是乳白色的 慢慢地氧化 刚好之后它会变成黑色 我们老说漆黑一片呀 什么墨色如漆呀 就是从这儿来的是吧 您说的太对了 我们的语言文化当中 也处处都有大漆的印记 如果没有漆器 我们熟知的中华文明史 不知道损失多少精彩的偏唱呢 比如说高山流水逆之音 余伯牙奏响的那一首千古绝唱 对 用的古琴它就是大漆的 王羲之蓝亭集续 木冲修戏驱水流伤 流伤其实就是漆漆 古代的漆尔碑 还有我们经常说的 就怕了丢到乌纱帽 这个乌纱帽就是用纱 涂了漆之后 有一定的硬度 透气非常好 非常名贵的宴台叫漆沙宴 非常的清炼 用笔还不伤笔 我们最顶级的墨 也是一定要加入漆的 用这种墨写出来的字 非常的油光发亮 最重要的 它是长时间可以保存 太有智慧了 几千年来 我们中国匠人 就是凭着这一双巧手 在漆器上闪展腾挪 打造出了独具 我们中国漆派的漆器 尤其是到了汉唐的时候 这种喜爱承受 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像提起史前时期 我们总是想到了彩陶一样 夏商周的青铜器 汉唐的漆器 明清的瓷器 咱们的中华文明史 也是一部生活用具 迭代发展的历史 那为什么汉唐时期的人 对漆器就这么情有独钟呢 因为大漆浑身都是宝啊 大漆是纯天然的 它不仅对身体无害 反而是有益的 它其实是一种高蛋白 而且在日本韩国人们 会拿它做汤 为产妇滋补身体 孩子 这说话得有科学根据 它怎么就成了一种高蛋白了呢 是不是这样张老师 是的 其实七树叶也能吃 七树的种子也能榨油 用来炒菜非常香啊 我苏苏的儿子我都喂过他七 你儿子都喂过七啊 对 这个是非常纯的 我亲自从七树上 就是看着秦农哥下来的 所以才敢吃 您不必为这个节目献身啊 没事 这个它是真能吃的吗 没问题 什么味道 这味道啊 有点像生吃花椒的那种味道 非常麻 有点色 其实大七不光是可以吃 甚至呢 还可以入药 《本草钢墓》里曾经有过记载说 古人把七煎干之后 盐成粉末 跟温水吞服 可以打肚子里的蛔虫 那块木板漆的话 它能够保持得这么好 是不是也是跟大七有关 张老师 没错 古人常说 低漆入土千年不服 说的就是大漆 可以防水防腐啊 我们做的这个实验的话 就是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呢 我们用一个瓷碗和漆碗 分别倒入了牛奶 不断地观察它 经过四天之后 结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漆碗里的牛奶 变成了酸奶 但是瓷碗里的 已经臭不可闻了 这说明了大漆的防腐 保鲜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其实我们老祖宗 早就发现大漆防腐的秘密了 在七千多年前 就开始使用猪漆的木碗 七千多年前 那还是新石器时代呢 这漆器这么多优点 曾经这么流行 为什么反而现在 跟我们的生活 渐渐疏离了呢 对 主要还是两个原因 第一的话就是材料确实要贵 第二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的工艺比较复杂 其实古人就有百里千刀 一斤漆的说法 意思就是说呢 大漆的产量非常低 我们需要走一千里路 在上一千棵漆树上 割上千刀 才能收集到 对 而且这个漆也不是随时都能有的 漆树只有在生长 十年之后才能取漆 一年只能割十几次 大漆可是当之无愧的奢侈品 那司马金龙这整套漆平风坐下来 得耗多少人力和物力 古人曾用 一杯券用百人之力 一平风就万人之功 来形容漆漆的这个废功废实 真是金贵 大家都知道杜甫有句名句 叫猪门酒肉臭 路有动死骨 这个猪门其实就是红色的漆门 刚才让张老师这么一算 那用得起这猪漆门的 是得有点家底才行 是吧 正是因为如此 唐代安史之乱之后 漆漆屡屡被看成是 足以奢靡亡国之物 在唐代宗的时候 还推出过献漆令 再加上逐渐有许多 物美价廉的材料 像陶瓷 玻璃 塑料制品 尤其是这个化鞋漆的出现 让大漆慢慢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消失了 大家都知道 中国是瓷器的意思 而日本就是日本 它的本意是七七的意思 每当想起这一点 我是真的打心底里 无限地悲凉了 大漆曾经为我们的生活 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 但是现在 我们却慢慢把它遗忘了 对我来说 七七的精神 和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的 我们中国人讲理 七七 它和你的体温 本身非常非常地接近 非常地平易近人 本身看起来好像很软弱 但是你等它干之后 可以变得非常非常地坚强 能够千年不服 我们今天讲这件国宝 它其实是站在 巨人肩膀上的一件艺术品 那么它脚下的这个巨人 就是我们八千多年前的七文化 复制木板计划只是第一步 我们真正的目的 是要让这种工艺和精神 重新回归到我们中国人的 现在生活中 这才是最好的传承 八千年的七文化 让七七回归生活 才是对它最好的保护和传承 幸好还有像张志刚这样热爱七七 热爱传统工艺的人 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 不会太遥远 下面我们为各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 并宣读守护誓言 我是唐嫣 我是罗进 我是张志刚 我们志愿守护木板计划 守护历史 守护七彩万华 我们志愿守护人印信